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往沙漠方向走一小段就到了 不远 我建议还是叫上一名卫兵吧 如果对方真是坏人 就交给卫兵处理 有道理 我看看 卫兵 卫兵 诶 那不是塞诺吗 塞诺 好久不见 既未来开万一有什么事吗 派萌 客户的信息还是 啊 不用担心 这位是虚迷的大风机关赛诺 是风机关们的手脸 对于犯罪行为从不姑息 你们还认识这么厉害的人 齐凉凉小姐 只都是小场面 一路跟来的我已经习惯了 塞诺 接下来有时间吗 还是说你要敢去参加弃圣召唤的比赛 比赛 比赛已经结束了 诶 那塞诺你 我已经取得了召唤王的称号 我在关键时刻使出禁忌的一手 抽到了 不说这个了 我目前有空 啊 是这样 哎 嘴巴好干 这已经是我第几次讲事情经过了 我可以与你们同行 如派萌所言 我的职责便是维护规则 审判罪恶 启凉凉小姐怎么想 行 但交货时 你们还是先藏在远处 我知道这位客户很可疑 但只要没有决定性证据 客户就还是客户 好 我们答应你 距离远了听不到你们的谈话 如果启凉凉小姐觉得事态不对的话 要怎么让我们知道呢 这不用担心 你们到时候看我尾巴行事 尾巴 呃 看你哪条尾巴 当然是两条一起看啦 我会想办法让客户确认包裹内容的 如果对方是个正常的客户 包裹里的东西也不是排备的话 我会把两条尾巴沉下来 你们就不要出手 如果对方真的是怪盗 我就 爬到地上 啊 为什么 你们不是说他是妖怪吗 暗示我们怪盗 嗯 我才不要做那么丢人的事呢 这也太奇怪了吧 是吗 那你用尾巴拍拍自己身后也行 这 这又是为什么 很简单 拍背 所以是 拍背 我还是第一次在蚊子创意上棋风对手 哈 赛诺先生有想过来兼职取新闻标题吗 呃 亏你能欣赏他的幽默感 哎呀 再这么讨论下去 送货时间都要到了 你们听我的 如果对方是怪盗 我会把尾巴变得一高一低 你们 就来把他绳之以法 真的不趴下吗 哎呀 不趴 好荒凉啊 地址起凉凉你确认过的吧 喀万一往沙漠方向沿大路走一百步左右 看到的第一朵烈焰花旁 地址是这么写的 死一看就不对劲吧 第一朵烈焰花 第一朵烈焰花 我们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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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收货人想亲自来这儿去见 这种事我以前也遇到过 还没到收货时间 你们趁现在找个地方躲起来吧 记住 看我尾巴行事 是 你们快去躲起来 待会客户就要来了 人都看见了 哇 就这里吧 地形隐蔽 事业不错 我觉得那个收货人肯定有问题 谁会约来这里见面吗 嗯 我也这么想 但事关对方公司声誉 还是看他尾色行事吧 呃 怎么了 就是尾巴的 啊 好的好的 我们都赌 你们快看 真的有人来了 你就是伯鹤屋的快递员 没错 您就是滴滴巴巴先生吧 火呢 啊 火屋都在这儿呢 您收好 我建议您还是打开确认一下 我这几天跑了好多地方 路途颠簸天气多变 不知里面东西有没有受影响 不必了 这一路 你没看过里面是什么吧 没有没有 这是我们公司明令禁止的 如果东西很重要的话 建议您还是确认一下 如果有损坏 我现在就可以给您赔偿 都说不必了 你怎么还要提 老大 我看这快递员只有一个人 不如我们 喂 你 你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吧 哎 对 对啊 怎么可能带好多人一起送快递嘛 糟了 我不擅长说谎 一说谎尾巴就剩下摇个不停 哦 来信号了 这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 对了 这这这其实刚好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百分快递 很有纪念意义 要是各位能让我知道这次送的是什么 我会很高兴的 尾巴摇得更厉害了 哎呀 这我们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 他尾巴一直摇摆交错 只向的是东边 西边 啊 难道说 他想表达自己东西交错了 这也太牵强了吧 尾巴怎么可能传达那么多信息了 不对劲 果然还是不太对劲 小妹妹你对这货物也太关心了 啊 啊 哈哈 这 这不是对客户负责吗 您真的不看一眼 哎 老大 动手吧 这黄角野领没人知道 啊 那 那您能抽空给我个五星好评 哼 我这就抽空把你给埋了 嘴方刀子都亮出来了 这怎么不用想了吧 我们快去救起来聊 老大 老大 有救兵 怕什么 照样给我上 不对 那 那是大风机关赛诺 这 赛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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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递大了 赛诺 行 骑良良 你没受伤吧 没事没事 一切都好 没想到 栽在了这里 后悔已晚 至于你们 我不想再听到任何苍白的辩解 明白 我们明白 大风机关三诺大人 我可不想晕过去啊 还请您手下留情 看你们老不老实了 我们说 我们说 是什么货 是牌备 是从各地收集的七圣召唤牌备 是不是背后画了一个宝箱的模样 没错没错 您连这都知道 我 我们只是一伙盗宝团而已 最近有人不满足于小偷小摸 想搞一票大的 就 就 说 就想做一个惊天动地的跨国案件 跨国案件 我们打算在各个国家 同一时间偷走一件重要的宝物 这样 所有人都会知道 我们盗宝团才是最厉害的跨国组织 现在 现在不行了 那这和牌备有什么关系 我们遇到的难题是 如何将这宏大的计划传达给所有盗宝团 突然 有人提出最近七圣召唤这游戏很火 可以用卡牌作为没劲 躲过各类搜查 原来这牌是你们自己印的 所有盗宝团成员看到宝箱都知道该怎么做 先把它埋起来 这才不会被捡走 用在这上面的花 你再说 我们全部人的计划 看来这早晚要失败的计划 比你们的命还重要 不不不 我说 我说 只要用土或者沙子 加点水盖在上面 过一会儿再擦去的话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所有盗宝团的兄弟 我们这次干一票大的 都拿起你们的匕首 蒙上你们的脸 最好再带上身边的驼兽 其他地方没有驼兽的话 怎么印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什么叫没用的东西 这都是战前动员 行 行动时间和计划 都印在最后了 我看看 还真是 客观评价的话 这传播方式还算有创意 但最后为什么又要收回来呢 还不是盗宝团里 有人迷上了七圣召唤 明明照计划行事就对了 偏有人管不住手要去打牌 还不忘炫耀着牌背 这些也就算了 最后还把牌背输给了别人 你们怕行动计划暴露 这才紧急派人去回收 流落到坊间的牌背 不仅仅是流落到坊间的 这次所有宝箱牌背都寄回来了 我们担心计划已经泄露 原本准备重印一次 改下行动时间再发出去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我们还专门筹资用最安全准时的薄荷屋来寄建 谢谢夸奖 所以寄进人留在当地 是为了保证之后行动可以继续进行 这么一想 被拿走牌背的人遇上盗宝团的事 也说得通了 对啊 我说怎么一路上都是盗宝团 原来是想封住当事人的口 我 我们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量在我们将功补过的份上 还请赛诺大人 狂宏大量 狂宏大量 自会有针对你们的审判 闲话少说 跟我走吧 犯人我先临时安置了一番 稍后就押送回须觅城 职责所在 也多亏各位 一旦进入工作状态 赛诺先生就像变了个人呢 那就有缘再见了 等等等等 我还想采访一下须觅赛区的冠军呢 你问吧 请问赛诺先生对这次比赛有什么感悟吗 或者对这次事件的感悟也行 嗯 七圣召唤是一个不错的卡牌游戏 堪称艺术 它让许多人得以相识 相知 共同体会决斗的乐趣 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它带来的快乐 啊 不错的发言 都能作为新闻稿结尾了 所以 如果有步伐之徒 妄想让这游戏沾染上肮脏的思雨 无论身处何地 逃往何方 我必将对其降下审判的雷霆 啊 哈哈 您别激动 别激动 我想想 埋于卡牌中的宝物 隐于召唤下的 的 谜团 哦 这个好 这俩人还真是说得到一起去 没其他事的话 我就先告辞了 还得通知其他地方 小心盗宝团的计划 嗯 一定 搞了这么久 怪盗团原来就是盗宝团啊 总觉得有些失望 还以为牌备里真有什么绝世宝藏的线索呢 哎 话也不能这么说 往好处想 我们也算破获了一宗国际大案嘛 这下独家新闻的素材肯定不缺了 要是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就是没见到两位七声召唤的神秘发明人了吧 哈哈 感觉大家都很喜欢七声召唤哪 既然这样的话 我这里还有份比较特殊的快递 不如大家一起去送吧 是和七声召唤有关吗 嗯 没错 大家去了就知道了 要不是那位赛诺先生忙于工作 我也想邀请他一起来的 这样好吗 之前不是说客户的信息 啊 这次的没事了 要说的话 这不是公司安排给我的任务 这份快递在公司放了很久很久 原因是找不到收件人 附近的邻居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也就是所谓的滞留件吧 嗯 他上个月就过了滞留期 也要被拿去处理掉了 不能退回寄贱人手中吗 这个 其实寄贱人 已经去世了 啊 怎么这样 嗯 如果收不到这份快递的话 寄贱人和收件人 都会很难过吧 我自作主张的 用闲暇时间在虚密各地打听了一番 最后总算知道他去了哪儿 也听说了他的过往 哇 这么厉害 到底是谁啊 这个嘛 哼 你们跟我来就是了 而且我觉得 对方一定也需要热爱气圣召唤的你们 听起来又是个不错的题材 嗯 我加入 齐良良说的我好在意 旅行者 你也会去的吧 嗯 那大家就和我一起去维摹庄吧 那大家就和我一起去维摹庄吧 嗯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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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他不知道呢 我们再找别人玩玩 小千手 别急 一定要思路清晰 逐个对比 人都看见了 您好 我们再找一位叫加费皮驼的学者 加费皮驼 没听过 是新名字 哎 等等 难道是那位前些日子来的新面孔 你有印象吗 还真有 那人愁眉苦脸的 简直像被论文折磨透了一样 我看到他去找过村长 应该是想做个屋住吧 维魔装饰和度假养神 这不 我最后也选择回到这儿了吗 明白了 谢谢你 我们去找村长问问 嗯 你们要是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 也可以来这儿住住 小千手 啊 弟弟他是不是还没毕业呀 人都看见了 村长 我们想打听个事 啊 说吧 我听着呢 您知不知道 名叫加费皮驼的学者住在哪儿 呃 加费皮驼 哦 是那位吧 啊 您记得 记得 记得 他来我这儿租了间屋子住 说是要散散心 谁知他住进去之后 就几乎没有出来过 也不和别人打招呼 我看这哪是散心哟 简直是把心锁起来了 你们是他的朋友 呃 算是吧 哎 尾巴又摇起来了 原来是在说谎的时候才会摇嘛 好 好 我看他的确需要有朋友来看看了 他就住在上面最角落的那个小房子里 你们去和他聊聊吧 好 谢谢村长 没什么 我只希望看到来这儿的人都开开心心 嗯 孩子们将来 一定会过得更好的 他也请… чтоб做过来就知道他能跑脚趾 信子不想让他玩脚趾 不管是从哪儿都炒这儿 Simone 就是这里了 我们先敲敲门吧 有人吗 我们找嘉飞皮驼先生 我就是嘉飞皮驼 你们有什么事吗 嘉飞皮驼先生 我是伯鹤屋的启粮粮 这是您的快递 送达时间迟了不少 还请您收下 我的快递 是古拉布先生寄给您的 什么 古拉布 他 他已经 这是您的朋友 生前教育我们公司的 朋友 连他的病都无计可施 甚至没有在生命最后时刻 陪在他身边的人 还怎么好意思说是朋友 您别这么说 您和古拉布先生一同发明的七双召唤 如今这么受欢迎 我想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这 这位就是发明了七双召唤的人 为什么 为什么厄运总是降临到像他那样的天才身上 您不介意的话 可以讲给我们听听 一般说出来会好很多 你说得对 后续我是该说说了 你们 真的愿意听吗 好吧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故事 我和古拉布 从小认识 一起学习 一起长大 除了手上的绷带之外 他一点不像得了魔灵病的样子 总是那么乐观 平和 善良 后来 我们一起到了教令院 他还成为了明论派驮沙多 我记得那是个挺高的职程 是啊 他总是那么厉害 他没过多久 他身上的魔灵病加重了 还引发了严重的并发症 到后来 只能老老实实躺在医院的床上接受治疗 他的研究也就此荒废 我每天都去医院看望他 他倒好 叫我不要去得那么勤快 他一定是在担心 你会因此耽搁了自己的研究吧 我知道 但越是这样越是叫我不忍心 明明 他才是更优秀的那一刻 来医院看他的时候 我俩闲着也是闲着 就拿了些牌来图图画画 浅浅的 就变成了七声召唤 这不仅仅是游戏 在发明他的时候 我还融入了一些相关的元素理论之事 原本想等他康复之后 我俩再一起研究课题 结果 你别太难过 七声召唤就是你们一起研究的成果 现在这个成果已经被好多好多人喜欢了 在他走后 我试过和别人玩七声召唤 但从牌桌上抬起头的时候 眼前浮现的 却总是他的模样 就好像他从未离开 但我知道这不是真的 我理解 要是有一天我和旅行者分开了 我也一定习惯不了 可能还会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是啊 认识的人都叫我看开点 去享受七声召唤的乐趣 说我是什么发明人之一 但要我说的话 没了古拉布 这七声召唤 还有什么意思 加菲匹托先生 不如 先看看您的朋友给您寄了什么吧 也对 这是 一封信 亲爱的挚友 你一定在疑惑 我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给你留信吧 还不是因为 古拉布 我来了 今天感觉怎么样 告诉你 我昨晚又想到了一个卡牌的 你在写东西吗 没什么 好 那我就来上一局吧 你可以不用每天来的 教令院的工作应该很辛苦再对 这怎么行 到你完全康复之前 我都会来 再说了 教令院里的人都闷得很 来 到你的回合了 我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接受我已經來日無毒的事實 你知道嗎 我倆發明的這遊戲 最近好像在醫院裡流行起來了 這不是好事嗎 是啊 我為此還做了個道具 讓大家可以尋找到附近的牌手 來 也給你一個 這樣 就算我不在了你也能找到新的 夠了 我說了你會康復的 這東西 我不要 當時送你的那個祕典之河 恐怕早就被你丟到某個角落裡去了吧 所以 這最後一件禮物 就原諒我 現在才送到你手上吧 還記得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嗎 只有你 願意和我這個得了魔鈴病的孩子 做朋友 這次 該換我帶你去結交新朋友了 只有啊 就讓我用這樣的方式 繼續陪在你身邊吧 我 我 我 這傢伙 就連這種時候都還是老樣子 我沒怎麼玩過七聖召喚 只知道 他為大家帶來了很多快樂 嗯 借一位牌手的話說 他讓許多人得以相識相知 共同體會決鬥的樂趣 沒錯 我們一路走來 見證了好多這樣的故事呢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 我可以一個一個說給你聽 謝謝你們這麼說 你說的對 古拉伯 你留下這封信的時候 難道已經想到這些了嗎 你的秘典之盒 我一直都帶在身邊 難得你為我畫了這麼一張牌 不把它用出去一次 那得多浪費啊 我想 如果是他在這的話 一定會這麼說吧 朋友們 要來一句七聖召喚嗎 我會想到這封信 加費皮圖好像失懷不少 和你打牌時 我還看見他笑了呢 完全走出悲傷 或許需要一段時間 但我覺得 這是個好的開始 嗯 還好 齊涼涼沒有丟掉那封滯流箭呢 怎麼說呢 那天老闆讓我去處理他的時候 我明明之中覺得不能這麼做 一定要把他送到對方手上 這是妖怪的直覺嘛 我不知道 也可能 只是不想讓對方的心意 就這麼白白消失吧 我差不多在這兒和大家分別吧 是要回風丹了嗎 嗯 卡牌怪盜告一段落 還意外收穫了這麼有價值的故事 光是新聞稿都夠我寫上幾天了 哦 對了 我從頭到尾還沒採訪過兩位呢 這一趟旅途見證了這麼多故事 二位有什麼想說的嗎 對 這一次最大的收穫 就是認識了許多新朋友呢 我明白了 二位的感悟 我也會寫入下落地獨家新聞裡的 下次來風丹 別忘了買上一份蒸汽鳥報唷 那我也準備回到期了 這次的事 還得和老闆匯報呢 嗯 我們肯定還會見面的 等到那時如果有機會 也來一句氣順召喚吧 對 開始 已經很久有了 然後 再來 我 哈哈 我 沒有 我 現在 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